第一杯是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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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你們被選為珍珠奶茶盲測的選手 就有擺貨所有的珍奶都在這裡了 每猜對一杯可以獲得一分 每人有一個金色的優柔在第一 然後如果最有把握的就可以把它壓在你 你認為就是正確答案那一杯就可以獲得三分喔 那它上面有寫說 積分最多的人可以得到神秘獎勵 意思是 該不會就可以逃離這裡吧 那意思是我們只有一個人可以存活了 那應該就是我活你死了 你應該可以讓我逃離去吧 這難太難講了 不如我們先來進行我們的 奶大挑戰 好那我們就要開始來測試喔 那我們就是中百貨館店的品牌 有春水糖、茶湯粿、華達、仙特道 還有康青龍跟阿月紅茶冰 沒錯喔 那我們就從第一杯開始好了 然後我們來進行第二杯吧 第一杯剛剛喝起來 我還是沒辦法給它一個 準確的 我也是 我們先保留 那第二杯的話 是白珍珠 對 是白珍珠 真的第五杯裡面只有一架是白珍珠 我來喝看 我心裡已經有答案了 我可以不用喝了 跟第一間比起來比較 口感比較不一樣 第一間的珍珠比較大顆 比較Q 那它是比較扎實的一個路線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珍奶喝起來很適合的味道 嗯 好 咱們來喝第三杯看看 好 我先訴訴口 對 我覺得很適合 你這樣的話一定會輸給我啦 第三杯很特別 它是混蒸 它是有白珍珠、乾淨珍珠 這邊很特別 它有一個淡淡的花香 花香嗎 嗯 我覺得它應該是這裡面當中最特別的 然後也最少見的一杯 我覺得這杯喝起來就有個文青的味道 應該就是那一間的 我先猜它是康青龍 但是我覺得它好像也不是 因為它喝起來有個果絕的味道 沒關係 我們先保留 反正我們還有三杯 第四杯 這杯非常的特別 因為它是所有五杯當六杯當中 唯一有泡沫的 嗯 嗯 我跟妳說 這杯絕對是我的答案 你到現在一杯都沒有答案 你不要再騙人 觀眾朋友 它都在亂吹 它的珍珠比較小顆一點 然後它的茶味比較香 然後從它上面的泡泡來看呢 就不知道它是 絕對是厲害的手搖店的飲料 嗯 妳覺得它不是手搖店 我怎麼覺得它好像不是手搖店 我覺得它是手搖店啊 嗯 我覺得它說不定是跟春水糖有關係的 那間手搖店 而且它不是春水糖那間的手搖店 接下來是第五杯 它的顏色比其他五杯來說 比較省一點 但是它珍珠好像比較大顆 看起來它好像有黑糖欸 因為它杯面上面有黑糖的溫柔 這邊的珍珠它比較 比較軟 相對於第一顆的話 它整個都是軟的 跟第一間的Q不太一樣 再加上它因為 顏色比較深的關係 它可能茶味也比較夠 奶的比例也比較少一點點 它有個茶韻的味道 是很偏茶味 剛剛第三杯有個伯爵的味道 是第三杯嗎 還是第二杯 我有點忘記了 接下來是最後一杯啦 那我一樣先攪拌一下它 而且珍妮妳有發現 我們都超環保嗎 對 剛好符合中有百貨的 近日不足交的理念 好吃的說不出話嗎 還是妳已經沒哏了呢 珍妮 我知道為什麼妳說不出話來了 因為這杯跟這杯應該是有關係的 是這樣嗎 不對 這杯喝起來有高雄夏天的味道 高雄的大胎 高雄我覺得不是那一間喔 高雄那間的特色就是絕目加冰塊 它沒有冰塊啊 每一杯都沒有冰塊 那我覺得我要先來說我的飲料店家了 第六杯我覺得是來自高雄大太陽的滑島 第五杯的話我覺得應該是 有那個先喝到的茶香 古典玫瑰圓的味道 四號的話我猜是我們的茶湯會的老闆 春水湯 第三杯的話 康青龍好了因為他有個活絕味 二號的話呢 我猜他是 春水湯的小朋友是那個茶湯會 一號是阿月紅茶冰 好恐怖喔 好怕輸給你喔 好我先說一下我第一杯 我第一杯你覺得他是阿月紅茶冰 因為他的味道比較有古早味的味道 那第二杯的話 我先放著因為我還喝不出他的 我還沒有辦法直接判斷他是哪一杯 那第三杯呢我也覺得是康青龍 接下來第四杯呢 我跟你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 春水湯的小朋友茶湯會的 因為他的珍珠比較小喝 那接下來呢 第五杯 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香氣 我的印象中呢 從高雄買的飲料 非常有非常有特別的香氣 是嗎 我覺得不是喔 珍妮 那我們最後一杯呢 是我們的春水湯 然後這杯就是我們的先喝檔 嗯 真的嗎 那可能要請我們 綁造我們那個可惡的兇手來跟我們 出面說明 但是我還沒有壓積分耶 珍妮 我決定把我的積分 壓在我的高雄 你不能選喔 來自高雄的華達 就是我們的六號啦 我選的是我覺得 他是茶湯會的 強烤的珍珠奶茶 會跑出的是 我們的 小欣欣 哇 真哦 我要離開你了 我要回週百後 去喝我們的六間珍珠奶茶囉 接下來就要公布六杯珍,哪個是哪一間 第一杯是茶湯匪 他這也是茶湯匪,我最常喝的就是茶湯匪 我們都沒有猜中他耶 第二杯是阿月紅茶冰 阿月紅茶冰的珍珠這也是白色的耶 因為我每次最喜歡喝,就是他們家的茶類啊 我都喝幾粒紅茶比較多 竟然送珍珠就這樣給他錯過了 第三杯是康青龍 康青龍這個我有答對 早知道是鴨子杯 因為它的康青龍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珍珠是最特別的 它是有兩種的珍珠 然後其實吃下去的大小也不太一樣 口感不太一樣 跟他奶茶的那個伯爵味其實蠻有特色的 對,它其實味道蠻香的 第四杯是春水茶 春水茶 它是我們台中的始祖 可是我們真的都沒有太會 小星星四號是春水茶杯 我猜對了嗎 第五杯是鮮喝到 鮮喝到 我又中了,我又中了 我沒有這一杯 所以目前珍妮好像沒有一杯對耶 珍妮 珍妮只有對康青龍 我這種對這杯就是最特別的 就是這個人有趣的 這杯應該是來自高雄的大太陽的華達奶茶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已經結束了這次珍珠奶茶盲測了 我竟然有愧對於我珍奶女王的名號 就是只對了一杯 沒錯沒錯,我可是中了四杯呢 那其實呢,就是這六杯的珍奶呢 中午百貨都有賣 然後每個人味道也口味也不太相同 如果你喜歡的話都可以來中午百貨試看看這六家喔 對啊,在中午就可以找到你心中最喜歡的珍奶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珍妮珍妮,你看這是我的大獎喔 我也要吃啦 觀眾朋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中午百貨的Youtube頻道喔